Hello 大家好 我是立仁 那么现在呢 在我们家的房后 给大家做一个小视频 本来做地下室呢 就是想刷一下countertop 换一下地板 但是结果没想到这个project越做越大 然后钱扔的越来越多 那么你看我每天我都在收到从Amazon来的一些东西啊 不是那个pole啊 就是handle 就是抽屉柜子的 要不然就是避灯啊 花啊 反正每天都会有一些小小的惊喜 因为现在的话呢 也是这样想啊 就说如果要做一件事 做一件东西的话呢 我觉得呢 钱是第二考虑 最主要的话就说是考虑我喜欢啊 那么在可以负担的情况下呢 就说是买我最喜欢 我认为最好的设计或者怎么 主要的话呢 其实也不是说是生活中的刚需啊 或者那种 就纯粹的话是为了 就说呢 给家里的环境有一点小小的提高 然后呢 在提高的过程中享受自己设计 这种玩的感觉 那么我们闲话不多说 这一集的话呢 就是一些零碎 因为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那么我就说是把家里那个地下室那个所有的灯呢 都换成Dimable 可以调明暗的 这是一个 另外试了一下那个碧灯 让那Alexa呢 可以跟他那个talk 那么还有的话呢 就是说接着把我二层的那个楼道的一些猫顶呢 给他刷成semic gloss 要刷三遍 那么到此为止的话呢 已经刷了两遍 还有呢 就是那个地下室不有两个柱子吗 他给包起来了 那么我给他呢 Stain 就是说上了一下和地板一样的颜色 等他干了以后的话呢 我用青漆 就是给他用top coat了一下 就是那样的话呢 他就会有一层保护层 两遍 那我们闲话不多说 现在就开始吧 应该说现在就开始玩吧 就每天都从Amazon 收到小包裹 那一个小的partia 现在变得越来越大 这个是做那个media wall 还有那个commentary上的 handle door 这个 这边 就是应该是那个hole 它叫做nones 其他的那个厨房的commentary是一样的 然后把这个switch变成那个smart switch 这样就可以生控了 已经安上了一个 把第二个给放上这个 它这都是那个聪明smart switch 它这个switch 这两个黑的全是hot 它就是都连那个hot 然后呢 它这个好像没有地线 所以的话也没关系 然后现在的话呢 就给它装备解决完了 然后给它scool一下 这是还是傻偶掌 要复杰 做了很什么 这个 Nietzsche刚也等着 我把这个套套换成另一边 它这个都是3 ways 就是从两个location 或者一个登归 其实它这个用1 way就可以了 或者叫2 way就可以了 这是3 way的 不能把它开开 但是它不能定 现在都得换成定谋 所以它可以用发护 现在里面盯上 这个是这样的 他就是这个牌子的 可以 现在这个就是 Dimble 就是可以调平按的 这个开关就装好了 Dimble的也装完了 我就需要3个钉子 因为买不到那个没有钉子的 所以现在只能这样 它也给它变成Dimble的 亮了 所以这可以 买了两个这个插座的cover 因为它这样就都统一 不管你的插座 比如说原来就是这样 它都是统一的 是这种的 是买的这个 那现在呢 我们准备给它放在这 这样看起来就比较整齐 点就是这样的 然后呢就利落多了 而且它可以刷漆 给它刷成灰色的 哦 这会是一个laser的 这很重要的 这就会是一个了 我们需要啥软了 然后这个控制的 他可以用一张 去通知100% 都换的 Tour 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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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UR 早上看一下这个柱子呢已经干了 又给它上一个清漆叫Polyurethane 就是我们说的清漆 我这个是Semi-Gloss的 不是特别傻 今天呢是9月15号 今天我准备把这个猫顶的话呢 给它刷上Semi-Gloss的本杰明 More的漆 Semi-Gloss给它刷上 他们说要刷三遍 然后这个PVC的这个猫顶才能上上颜色 当然其实白色也挺好 但是还要刷成浅灰色 这是我买的小刷子 我以前刷猫顶呢都是选择的Satting 但这次的话呢我想让它稍微再高光一下 我就选择的是半光 那就是Semi-Gloss 你看它这颜色是一样 它说得刷三遍 这刷三遍功夫可大了 还是不一样的 白的那个看不太出来 但是应该还可以 它这样会有一些highlight 其实白的已经很好看了 但是刷成这种和墙一样浅灰色 亮面的会更好看 我把昨天那个控制的呢给退了 我现在有玩一个新的 你听我说哈 Alexa, can you turn on the basement scones? OK Alexa, can you decrease the scones to 50%? OK Alexa, can you turn off the scones? OK 就是很少来西班牙的这个餐馆吃饭 这是我欧的那个alacado 它可能里面有睡不开 不知道 看起来还不错 小飞 这个讲人事的 这个是我点的有睡的 krab 这个是阿普的alacado 这个是 好有点 kako beat kako 它这张海丁用那个alacado的那个皮 长的这个沙拉 这一面的阿普特别好吃 肯定是明明 Turple Bell买的这些西班牙饭都好吃 这是海鲜 Fab的那个 这一部分都很新鲜 这一份才12个美金 多便宜 they have the lamp 这一份才12个美金 they have the lamp 这一期的话 主要是记录一下 琐碎的一些小事情 当然小事情的话 并不能够 就说忽略不做嘛 因为都是一点一点的 就说做点这儿 做点这儿 修补这儿 修补那儿 最后呢 慢慢完成 能自己做的事情 就自己做 如果做不了 做的不是很professional 很专业的话 那么就花钱 雇别人给做 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做 一定要自己满意才行 别人满意不行 一定要自己喜欢 自己满意 好 那么这期的话呢 先做到这里 下一期的话呢 我做的视频 大概就是说 我砸了一大笔钱 然后那个 找人帮我做 那个media 好 那么我们 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咯